那台灣民隊的最重要的 就是兩岸關係嘛 你沒有兩岸關係的穩定 你不要談其他事情 兩岸關係下一步 該如何發展成了 2024大選必考他 戰爭是零機會 不是犯罪零容人 台灣今部期兩岸不穩定 今部期現在每天 戰機會過來 稍微不小心 我們的戰機會上去 如果沒收到 那時候沒辦法管 避免擦槍走火 侯友宜謹慎不照鏡 但身披藍袍的他 難免被質疑有立場 親中疑慮 我做的是台灣中間路線 沒有親中路線 回向的主張 就是跟大陸和平相處 因為他們的制度 我們用我們的制度 現在先說一次 我反對一國兩制 我再說一次 我反對一國兩制 一個中華民國憲法 一個兩岸人民關係了歷 現在才是全台灣人 相對的共識 我就是按照這個法令 來執行所有的事情 說得容易 做得更難 侯友宜又該怎麼 化解兩岸歧見 才能化險為宜 台灣脫機後 對頭到處買到一匹 拿一千補給台灣補給這麼多年 現在還用 現在在培是在培台灣的平安 我也沒有在那邊 超明兩家 你這句來我這句去 說贏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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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 不要你一句我一句 沒有好話啦 出沒價票 待會兒再回來 小人回酒了就會出事啦 何愉一試圖 扭轉兩岸兵凶站為情勢 接手中间路线 期待和平永续 近新闻综合报道